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史丹顿岛的NAACP主席表示 他不理解警员为何会攻击加纳 而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士也表示 所有涉及此事件的警务人员都需要承担责任 甚至包括那些旁观者 华部的哥伦布公园一直以来都是年长华裔下棋唱戏的地方 今天一群年轻的华裔青少年在哥伦布公园举办了一场名为Open Music的音乐会 让今天的哥伦布公园真正实现了中西结合老少同乐 由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青少年资源中心举办的Open Mic音乐会 今天下午在哥伦布公园举行 本次活动的表演阵容全部由社区华裔青少年组成 他们大多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三代移民 这是一个展现他们自己的好机会 华裔青少年共聚一堂展示自己的特长 今天的音乐会上台上的歌手唱得尽兴 台下的观众听得开心 从组织到实施都是这群华裔青少年独立完成 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青少年资源中心 每年会定期举行Open Mic音乐会 手球联赛以及篮球赛和各种实习机会 也会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给予青少年最大的帮助 旨在帮助华裔青少年服务社区的主人崩意识 华与电视记者赵璐纽约采访报道 他在三天前刚刚上任的香港驻纽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 博家里8号举行纽约华文媒体查会 这是处长博家里上任之后首次与纽约传媒记者会面 博家里表示任职纽约对他而言是人生的新挑战 他将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各种实物 推广和加强香港与美国东部31个州之间的经贸和文化联系 这场媒体查会8号下午在香港驻纽约经济贸易办事处举行 这是新任处长博家里自5号到任后所持举行的记者会 处长博家里在会中与纽约华文媒体记者轻松交谈 相互交换意见 在出任香港驻纽约经贸处处长之前 博家里任职于香港驻澳洲的悉尼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4年 在此之前 博家里也在政府的效率促进组工作10年 担当政府内部管理顾问的角色 创导供应机构部门的改革 对于纽约市博家里表示仅有几次短暂停留 印象不深 但他相信在香港驻纽约经贸办事处同仁的协助之下 将在最短时间内熟悉各种事物 推广和加强香港与美国东部31个州之间的经贸和文化联系 他也透过本台向观众们问好 你好,我的名字是Steve Barclay 我是新闻联系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新闻联系的新闻联系 新闻联系 我刚刚到这里来到这星期 我期待在新闻联系 在新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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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举行 作为活动的主要赞助者的香港驻纽约经贸处 新处长博嘉里 6号也出席了纽约证交所举行的开市中仪式 迎接第24届 纽约香港龙洲节 博嘉里也鼓励社区民众 踊跃前往观赛 华语电视记者 今天纽约采访报道 纽约市消费局局长曼宁8号 拜访华部中华总商会 向多位华人社区代表 说明消费者事务局的相关业务及服务 曼宁表示 消费局是为民众服务的监察人员 除要制止不公平的商业行为 并要致力为纽约民众增加更多可负担住房 为更多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优质的服务 纽约市消费者事务局局长曼宁8号 拜访了华部中华总商会 受到商会董事长云青山 会长李可乔等 多位商会理事及社区代表的热烈欢迎 曼宁表示 消费者事务局是为民众服务的监察单位 除了要制止不公正的商业行为 更要支持在社区的小商业商家的发展 曼宁也宣布 消费局也推行了24项的改革措施 减少对小商家的罚款数量和违规的成本 简化手续 加强教育 也实践市长白思豪的进雪承诺 振兴纽约市的商业发展 出席我动的还包括正在中华总商会实习的12位高中级大学学生 女会者也对消费者事务局的工作和局长曼宁提问 秘密交换一线 曼宁指出 目前纽约市最常发生的问题是无罩建筑工改建房屋衍生的房屋纠纷问题 他也鼓励华人民众要学习如何举报不公正的商业行为 民众若有看到任何不法事情应该向市府的三一热线投诉 或者接上消费者事务局的网站nyc.gov.consumers 话语电视记者杨展田纽约采访报道